大家好 我是孟孟 几日起我将开始制作介绍 声优的相关影片 那么今天要介绍的主角是 Tagamorinazmi 高森 耐极美 所属公司是属于Pofine Pofine的同公司声优有一位非常著名的 Yomubi Tagamorinazmi有出演过哪些作品呢 那我们就来 带大家看看吧 首先出道作是白色校布周的银团 并在这部播出的格纶获得了 主艺机会 他饰演的是保持宠物 Tinko周的银名 接着还有几部代表作 现在是吴德沛的新年周的 三三赖夜 半球大联盟 Secondo的 冒野全美 那我们到这里先来一段 这一个全美的小片段吧 好的看完了这个片段 我们接着要来看 看他有配的 还有 偶像大师 灰姑娘女孩的 前川未来 但这一部 却不是他第一个参与的偶像分的配音 他其实很早就在另外一个 偶像分中有配音过 而且还是 算是元老成员的 之一 那就是 Loft Life 这个系列 Loft Life系列 他其实参与了全系列的配音 疫情配的音呢 可能是比较没多人会注意到的小角色 就是学生会 还有 中学生 的配音 到了二期 他适与了一个 很著名的角色 那我们先来片段再讲这个角色是什么吧 好的 看完了片段 那我们也知道这个角色是什么了吧 就是Loft Life全系列的 记者 不管是在参与 还是到 最近才刚播完的 第一期的 Superstar 都有这个 角色的声音 也就是记者 那画面上还有一些他的其他作品 那这里就不一意介绍了 接下来是 从 日本声優50问提到的一些事情 Tagamori Nazmi成为声優的契机是什么呢 在 中学时 卫妹妹 读故事的时候翻卷 又声音 诠释角色很有趣 而成为 成为声優的契机 他也在这50问中 表示过他其实是比较 擅长性格 一暗的角色 梦想呢就是未来呢 就算老了 当然来了 还能继续为角色 配音 他的作品名是 Nantokanamu 那 这个Nantokanamu的 中文意思大概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 传大乔丑 自然子 最后提到 重备的声優是 斯导金子 斯导金子老师的 著名代表著作就是 蜡饼小鑫 成为蜡饼小鑫 配了26年的声音 Tagamuni Nazmi 希望有朝一日 可以更广泛的 视野 更多的角色 诠释更多的角色 可以跟斯导金子老师一样 所以一个崇拜他 好的 今天介绍的 声優 Tagamuni Nazmi 高声 耐极美的 故事 就到这里 告一段落 如果喜欢这次介绍 声優影片 或者想看其他的 声優介绍影片 都可以在底下留言 告诉我 那么 今天影片就到这里了 那我们 下次见了 各位 拜拜